徐瑞之等PLA技术有多精湛 才能让男友在众人面前 让少女时代的徐贤下不来台 2018年7月 并是聚实践的发布会上 发生了让观众手脚蜷缩的一幕 身为男主的金正贤 对女主徐贤全称冷冽 毫无眼神交流 直接了当地拒绝了徐贤玩手臂的动作 只剩徐贤一个人尴尬地笑着 在后续的合照环节 更是直接和女二号换了位置 不想站在徐贤旁边 网友最先猜测的原因 是金正贤耍大牌 但仔细了解一下两人地位 就知道徐贤才是前辈 虽然韩芸圈有演员 比爱豆地位高的规矩 可少女时代毕竟是国民女团 加上徐贤比金正贤影戏还早上两年 最终还没将这场盛森场面 藏草的归咎与两人不合 直到三年后 真相才浮出水面 定顺声称金正贤当时正在和徐瑞之恋爱 并爆出了两人的聊天记录 从中看出 徐瑞之不让金正贤与徐贤有任何肢体接触 连和女性工作人员打招呼都不行 在徐瑞之的要求下 金正贤向导演组提出 删减亲密系多达十三处 不按照他说的做 他就会突然跑出去干欧 和徐贤触碰到手 后也会立刻用湿纸巾擦手 最后更是直接扮演 让边剧边住院边修改剧本 眼看群众的讨伐声音隐喻力 徐瑞之的经纪公司终于翻文回应 称聊天记录里的一切都是情侣间的打情骂巧 在聊天记录外 徐瑞之也向金正贤表明 会以同样的要求约束自己不接触异性 但很快 网友就扒出来 徐瑞之完全是说谎成性 姬正贤也没想到 和他一同合作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的徐瑞之 完全是本色出演 除了POA男友金正贤 不让其余女性工作人员有任何接触之外 韩网还扒出了他谎话连篇的学历造假 在出道初期 徐瑞之嗷的是女神人社 表明从小梦想成为主持人 为此去西班牙排名第一的 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刘过学 在三年多的上学期间 作为亚洲人受到各种不公平待遇和欺凌 还举定说明自己进行过一次反击 当教授评论 韩国是不怎么样的国家时 他为了不给祖国丢脸 每天只睡两个小时 奋发同墙拼命学习 终于在六个月后 精通西班牙语 将受到击辅了那段话 远风不动地还给了教授 然而到了任歌上 主持人让他展示新语 他却珍珠无等说都忘光了 连自我介绍都讲得坑和巴巴 当受到观众的质疑时 他才改口回应称 当时若学了大学 但一天都没读就回国了 除了学历造假 徐瑞芝还曾因一句谎言毁掉了一部电影 2016年徐瑞芝在拍摄完电影《六五摊路》后对媒体爆料 这部电影拍得很辛苦 为了逼真效果 导演要求在车内烧炭 让我非常难受 差点以为会死掉 此话一出 网友纷纷谴责导演 在那演员性命开玩笑 对电影发起了抵制 导致飘放低迷 直到剧组工作人员澄清说 根本没有这回事时 徐瑞芝才淡淡地回应称 自己之前是在开玩笑 而这还不是徐瑞芝 做过最没同理性的事 先有对亲姐姐追涯 摄而不见 后有危险驾驶 差点害死金彩玉 徐瑞芝算不算 先天反社会人格 2017年徐瑞芝在为电影《六摊路》宣传时 自爆差点害死合作男主金彩玉 当时拍摄的是一场酒后驾驶的戏 他表明为了保证电影真实性 他自作主张 直接运过马路中间的线 走到对象车道行驶 结果一辆公交车突然出现 连而以微小的间隙躲过一劫 让金彩玉和在一场导演 都吓得魂不覆体 然而他本人在混响这段经历时却说 看着导演和金彩玉慌张的样子 他感受到了喜悦 被金彩玉当场吞槽了一番 而许瑞之人缺乏对他人恭敬能力的事还不止这一件 2017年3月他在任歌上表示 曾亲眼目睹请姐姐坠牙 却没出声提醒 当时他们一家人去登山 在下身途中他和姐姐玩起了石头剪刀布的游戏 看到姐姐身后就是悬崖 但发不出声音提醒 直到姐姐坠牙后 他才开始喊 姐姐你死了吗 幸好姐姐挂在了一棵突出的树枝上没有大碍 还叫许瑞一芝快去找妈妈 结果妈妈听了以后 完全没理解试探的严重性 只是说一句让姐自己站起来 于是许瑞一芝又回去说 姐姐你自己站起来吧 我也没办法 最后是一对过路的父子将其救下 而他的第一反应没有向大叔道谢 反而对大叔的儿子自我介绍说 我叫许瑞一芝 他有一些委屈的表示 姐姐因为这件事至今仍然在骂他 看他现在把这么惊醒的事 当做笑话讲的样子 只能说挨骂或许是有原因的